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酒 这 怎么回事 感觉如何 你到底是谁 这又是什么酒 我是一个酒色的老板 这是我的风花雪月 我现在问你们 这第二碗 你还要不要喝 你还想我 你还想要不要喝 但是我只能喝 所以我都会觉得 你怎么想要喝 我觉得要喝 你怎么喝 你不能喝 你怎么喝 我还想要喝 不顾一切向前 无法抗拒的心跳 随着无心改变 无法抗拒的心跳 照亮整个黑夜 听着风收呼啸穿过耳边 手中紧握的肩锋芒闭闲 这第四碗 你还要不要喝 这碗喝了肯定会死 此的话都不需要上那登天课了 直接就登天了 你不需要上那边 一个好 你给我 你 你醉了 醉吧 你醉吧 你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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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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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火灼之术 已经突破了第三重境界 她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 至少需要三年 而如今 她仅用了三杯酒 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乌杰休息 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 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 九仙 百里 东军 以这小子的资质 最多到十四层 是五层那位她打不过她 十五层的应该是首阁长老 雪月城的长老 有什么好猜的 明天不就知道了 也对 这酒馆送给你了 我先走了 前辈要去哪儿 寻酒方 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 还需要什么酒方 梦魄汤 梦魄汤 只需喝上一碗 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 等醒了 就是新的人生 多好啊 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 如果我酿出来 你也一定想喝上一杯的吧 小厨 小厨 我叫萧瑟 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 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军 是一家酒厕的老板